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昨天在那一首非常有名的那个诗歌里头 保罗描写了耶稣是怎么样 天主圣言 借着他一切的手造物才有 借着他一切的手造物也才有一个目标 就是走到他们那里去 今天短短的一小段 就是一章21 22 23这三节 就说出古罗圣一带的那些教友 跟耶稣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呢 保罗说 你们从前跟天主是各决的 行为邪恶 心事上 在心事上与他为敌 跟天主是敌人 可是 现在天主 接着他爱子 就是他的爱的儿子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六圣的丝丸 使你们与天主和好了 所以耶稣的丝丸 死在十字架上 是给我们带来跟天主的这个和好 这是我们大家都体验的 所以我们参赞画十字 我们天主要带很大的代色 为什么要那么看重十字架 就是因为我们是赢了这个十字架 在旧带到新的身边 好 后来讲 天主把你们呈现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的 无暇的和无可指宰的人 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完美的生活 还是要靠耶稣 他把我们带到天父面前 不过有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努力的 在现代上 常常有进步 所以保罗说 只要你们在现代上站得稳 坚定不移 不偏离你们 从听福音所得到的那个希望 所以有现代有望的 又是这两点 那么保罗最后的 在二十三节所说的 这个是一个希望的福音 而这个福音 传给了天下一切的受造物 所以保罗在生命的木刻 于同前面也提过的 已经有这一种愿景了 就是整个的世界 都听到了这个福音 保罗我 就是这个福音的扑异 所以他现在慢慢体验到 他十多年的那种努力 现在终于能够得到这样的成果 把这个福音终于传来了 我们现在在台湾 那么远的地方 但是呢 已经听到这个福音 当初保罗 那么少的人 我们现在 台湾虽然基督徒不多 天主教徒也不多 但是呢 比保罗那个时候 人数已经多得多了 所以这些话不是坑话 实在是真实的 我们也要珍惜 保罗给我们传来的这个福音 因为他们实在 这个福音叫我们 跟天主和好 也能够彼此和好 愿天主 使得我们 大家都能够 朝这个目标 每天的进步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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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